李慕約先生,他的專長是做Data Visualization 究竟結合Open Stream Matter,我們要怎麼做出一個SIM City 我們掌聲歡迎你 謝謝 謝謝大家 所以我今天的主題是第一次自幹的SIM City 然後用WP Data就上手 然後就是演講就是今天的演講其實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今天就是等一下的40分鐘會是focus在 就是用現在的遊覽器技術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的成果展示 那假如大家有興趣關於就是實作的細節的話 我們其實明天有一個工作坊是早上9點開始連續三個小時 其實會比較像是Office Hour 就是假如大家對就是可能等一下要展示任何部分的技術細節有興趣的話 其實歡迎就是一起來討論 那簡單來講就是今天不會有coding 明天才會就是會有需要比較多coding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開始之前我想要特別謝謝公司的partner Ronnie 然後謝謝Hard、子龍、Peggy跟影 就是沒有他們協助我們今天就不會有這樣的演講 那我自己是在做資料視覺化然後還有分析 然後今天會有就是這個主題的原因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玩模擬程式 所以統計一下在這邊有玩過模擬程式的可以舉下手嗎 OK 幾乎很多人很多人 那所以只是令人難過的是模擬程式的那個開發工作室其實已經倒掉了 然後所以剛好我們另外一方面在做的project有很多是地圖地理資訊based的 然後都在游覽器上 所以我那時候的挑戰就是想說可不可以用就是現在游覽器的技術JavaScript 在游覽器上重新做一個就是非常愛的遊戲這個模擬程式 所以我快說帶一下就是模擬程式假如就是沒有玩過的話 就是其實就是你想像就是你有一個遊戲界面 然後它其實都是在管理你的就是程式 所以你有不同的overlay你可以overlay比如說它的健康狀態 你可以看比如說不同區域的污染的水是多少乾淨的水是多少 然後你可以看到不同建築物帶來的細菌然後對你的居民代程的生命影響 然後你可以看就是程式中不同的分區的就是使用狀況 所以其實它背後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它有很多不同關於這個程式的資料 然後另外一方面它有一些簡單的呈現像是直條圖啊熱圖啊或是區域圖 那它混著這兩個就可以就是變成一整個遊戲 所以我們今天就從頭開始 所以假如我們要重新建一個就是模擬程式Base的東西的話 你會先需要有一個地圖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些地圖可以做什麼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一般的Google地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Google地圖 然後我可以zoom in 我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 那這是Google地圖可以做什麼 所以Google地圖有允許一個功能 叫做Google地圖Styling的功能 那通常大家用這個Google地圖Styling的功能 是用在這裡 就是是用在 假設你有一個網站是粉紅色的 那你想要把這個地圖放在你的網站上 你不想讓你地圖太亮 所以你會去改你的Google Map的Style 讓它看起來跟你的網站比較和諧 可是現在我們改這個Style 是讓它比較美觀對不對 可是我們接下來要試著改這個Style 讓資訊可以更清楚一點 什麼意思 一個Google地圖裡面其實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資訊 我們假如可以把它一層一層的拿掉 再一層一層的加回來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主題地圖 所以比方說第一個拿掉的是這個 大家有沒有發現原本這個版本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標籤 包含這邊有個大的台北 你可以把所有的標籤全部都拿掉 所有的標籤全部拿掉之後 就好像比較focus在地圖有的內容 你不太知道這是在哪裡了 可是你稍微就是圖像的部分 你看的稍微比較清楚一點 你可以zoom out就是 OK 那下一個你可以拿掉的是地圖的所有的Fill 所以這是有就是Fill的版本 這是Fill全部拿掉 只剩下線條的版本 所以現在你還是可以看到一個北台灣的輪廓 藉由道路組成 可是剛剛所有的地域 所有的Fill全部都被拿掉 下一個你可以拿掉的就是 你可以把線條拿掉 然後就什麼東西都不剩了 所以你還是有一個Google地圖 可是現在裡面沒有東西了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步就是 一步一步把不同元素試著加回來 然後看可以做什麼東西 所以比方說 我把就是地 就是土地這件事情先加回來 然後這是一個就是我們最常見的可能台灣地圖 就是你有就是台灣不同的土地 然後你有不是土地的地方 下一個你可以加回來的是這個 是水 所以你現在有土地跟水兩個要素 然後雖然只有兩個要素 可是你可以現在就可以看到一些東西了 所以比方說假如你看zooming這區塊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這裡是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有人說斐射水庫嗎 正確答案斐射水庫 可是其實在右手邊這邊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水紋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這些很漂亮的水紋 就是流進主要的翡翠水庫裡面 這邊稍微有一點暗淡所以沒有那麼出來 可是照我來講應該有這些 看這邊稍微比較明顯一點有這些水紋的圖 你還可以看到什麼 假如你到左邊一點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很多小點都是藍色的 這是桃園地區 然後桃園地區有很多很多的皮糖 所以在Google地圖 假如你只看這兩件事情的話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這些皮糖 這些皮糖的數量然後分布 所以這邊我們只做很簡單的東西對不對 我們只是上個顏色而已 可是因為就是我們現在元素很少 所以上個顏色你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姑且繼續下去 下一個你可以做的是上綠色 那上綠色我這邊上綠色是所有的公園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方說這邊是所有的河濱公園 然後你可以看到在都市內 其實比較大面積的是這些沿著河的河濱公園 其他在都市內的還有大安森林公園 這邊有一個228公園 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嗎? 中山健康 所以假如你zoom in的話 就是你可以看到主要大的 然後旁邊兩個小的兩廳院 那它是不是一個公園的確值得商議 不過你可以看到就是其他 對阿我還蠻奇怪 你可以看到其他的 比如說像這邊有一個 我之前不知道 有一個福州山公園 它其實面積跟大安森公園幾乎很像是 这是在都市内对不对 假如你zoomout的话 你可以看到北部有一个阳明山国家公园 它的面积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你zoomout到全台湾的话 你再下来你这边有一个雪霸国家公园 泰鲁国家公园 以及南部这边的玉山国家公园 以及最南部最南部的墾津国家公园 所以藉由这样的切换 那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公园 然后公园的分布 下一张地图 下一张地图现在你看到白色的这个 是Google里面有一个定义叫做man made 意思是说是人造的 所以它里面的定义是说 所有人在就是有开发的区域 它都会就是这个定义 所以你可以针对这个定义上一个颜色 在这边是白色 那基本上你在这边看到的就是 就是我们会说台湾可能有五到六个都 就是主要的城市 那这个城市的发展的位置 以及它的就是大小是什么 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们在哪里 以及像是台北有多大 高原多大 新竹有多大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看 就是比如说都市发展在这个国家的状况 你可以看上就是比如说 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大台北地区 可是其实大台北地区或者是所有有都市的地方 占整个台湾的面积其实不是那么多对不对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地方 所以看都市这种是一个方法 可是另外一个方法是看道路 所以假如你还记得我们在玩模拟城市的时候 其实你要发展任何就是都市 就是你要先拉一条道路 因为就是那条道路会是所有东西发展的起因 所以另外一个看就是 假如你好奇看就是人类活动的范围的话 另外一个看法是看都市 然后这边你 我把它叫出来的是所有戏的巷弄 你可以看到像是这次大山圣公园 然后旁边就是很多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很整齐的就是巷弄 然后这边是一个像是操场的形状 你可以看到都市的边界 像是这边好像就进入都市的边界了 已经没有那么整齐的东西 比较是随着地形发展的不同道路 所以假如我们要看就是人类发展的就是范围的话 这是一个看法 另外一个看法其实就是最直接是看建筑物 就是Google里面其实也有说建筑物的资料 然后就是可以只highlight建筑物 你就可以看到建筑物 像这边有一个接近X的形状 还有很多不同的建筑物形状在这里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建筑物跟刚刚的轮廓 上一个比较就是高科技的颜色 然后你感觉整个台北市里面就是 感觉可以刚刚一个电影的就是地图 就是它虽然感觉很酷炫 可是其实都是从台北市真实的资料开始 然后你可以切换学校 把学校变成红色 然后你可以highlight大众运输 然后跟我想讲的这些是 这些资讯其实全部都藏在 我们平常在用的Google Map里面 只是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用Google Map的时候 没有一个特定的用途 所以它需要一次把所有的资讯位给我们 假如你有一个特定用途 假如你可以一个图层一个图层看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可能之前知道在那里 可是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其实就是这就是资料视觉化的想法 就是资料非常多 然后你只是需要有时候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呈现 让你可以吸收就是正确或是应该需要的资讯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底图 然后就是我们从底图出发 可是底图绝对不是所有对不对 你想要就是你假如要建议自己的模型程式的话 你会想要就是跟你自己的资料放在一起 然后一起呈现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跌图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你底部有个地图 然后你上面要跌一层东西 那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那不过里面就是可以大概掌握两个就是核心 一个核心就是你想想看有个地图 然后上面有个跌图 所以你会需要有个对应的函式 是告诉你说哪一个经纬度 会对应到上面涂层的哪一个点 第二个部分就是下面地图 就是放大缩小 或者是pan的时候 你上面那个涂层要跟着重画 所以就只有这两个步骤 需要在制作的时候就是留意而已 所以我们来可以看就是 我们可以第一个跌的东西是这个 所以这个是 所以大家勉强可以看到北台湾的轮廓 然后这边现在有很多黄点 这些黄点是什么呢 这些黄点现在是叫做受保护树木 这个资料集 所以这个资料集有很多就是很老的树 然后现在很老的树都是 一个树就是一颗黄点在这边 然后就可以呈现下来 你可以看到我改变地图大小 或者是我要zoom in zoom out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点 就随着我的位置跟动 这个数学画其实有一个小问题 然后它问题是这样子 你想想看就是假如 就是你有两边都有一个点 可是这边其实有超级多棵树种在一起 就是它们种得非常非常近 所以它们其实远看起来是一个点 左边这边只有一棵树而已 这两种点现在在我们的地图上 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东西被重点比较多 哪一个东西其实只有一个而已 所以一个其实你可以在制作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是你可以预期说可能有些资料有被盖住 处理的方法就是你每一个点不要全部上颜色 不要上到底 你每一个点就是给它一些透明度 所以比方说 你把所有的点选起来 然后你上一点透明度 透明度是opacity 然后你给它0.2 0是没有 然后1是推到底 所以你把它下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什么 你可以看到就是没有那么多黄点 对不对 只有一些聚落还是黄的 其他就变很暗 那还是黄的聚落它就是树就真的比较多的地方 很暗的地方就是你可能不需要那么注意的地方 所以藉由这样简单视觉的方法 你可以稍微就是让你的资料更清楚一些 那从这点再出发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的黄点 另外一个你可以做的东西是你直接点一个heat map 所以heat map会告诉你说 它会直接去重算说哪一个区域的比较密集 像这边你就可以明显看到这一块跟这一块 然后当你在zooming这一块的时候 它就会重新画说这些就是heat map的范围是什么 一直zooming到就是一棵树一棵树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呈现方法 点其实还会有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是长这样 你想想看你有两个点 它们分别代表两家医院 你是一台救护车 然后你要决定你要去两个点的哪一个点 你会比较近 所以你想想看假如救护车就是离这里比较近的时候 它应该会要去这一点对不对 离这里比较近的时候它会去那一点 中间感觉有一条隐形的线 就是你跨过这条线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去其中一个点 你想想看这是两个点 假如你有N个点在这平面上的话 其实这线跟线之间应该可以交出一个就是区域 是在这个区域内你最适合到这一家医院 所以假如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假如我们的资料是像是这种距离很重要的资料 像是这一笔 这个是叫做捷运出口的资料 所以你想想看 比如说你人在故宫 然后你决定说 我要从故宫出发的话 我要去哪一个捷运站出口会比较近 然后它这边就会highlight说 比较近的捷运站出口 是现在被highlight起来 粉红色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 投影稍微有点暗 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旁边的线 它其实拉了就是一圈 然后这一圈其实是这个捷运站的腹地 第一是说假如你在这个范围内 那到这个捷运站都还是最近的捷运站 你超过这个范围 它就会告诉你 你好像应该要去不同的捷运站 所以藉由这样其实是 你简单在这个平面上拉一个 叫做vernois overlay的东西 让它可以算出说 哪一个地方到哪一个点是最近 然后最近的时候就trigger那一个点 那这当然现在没有考虑到 比如说路啊 建筑物啊 或者是水 所以你也假如做更复杂的话 可以这样做 那假如你好奇所有的overlay 看起来像是怎么样的话 你可以把所有的overlay叫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刚刚我所说的就是 其实每一个点它都会去画 它的腹地范围 你只要跨入这个腹地范围 它就会trigger这个点 那这整个东西就叫做vernois overlay 所以点结束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线了 所以这是一条线 然后这是一条公车路线 然后假如我们稍微zoom in 看这条公车路线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是原本感觉是一条线 可是它其实有部分是两条线 就是它有来跟回 然后甚至在有一些区段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条公车路线 有些是单层 所以它会绕这一个方框单层 然后可是其他地方都是双层 所以你回过来看这条线的时候 这个没有很清楚 另外一个问题是 这边是绕这样子方形 可是你不太确定它是逆时针绕 还是顺时针绕 对不对 就是主要是因为 我们现在有线了 然后线虽然放在这边 可是你需要的是一个方向性 然后你现在没有方向性 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借由一个简单的小动画 然后把这个方向性装上去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模拟这一个 有点像公车磁地上经过 这边它就会是逆时针绕一圈下来 然后这边它只经过下面 它就不经过上面 所以简单的小动画 让你可以把资料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线一样会有被遮盖住的问题 大家还记得刚刚树的例子 不同点在点上面 然后你就看不到下面点 不知道哪一边点 其实比较多的问题吗 其实路线也会有这个问题 这是全台北的公车 全部叠在一起 它展开的网路 你可以预计说 这些路线彼此叠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有些地方叠得比较多 有些地方叠得比较少 那哪些比较多 哪些比较少 跟刚刚树的问题 其实是有点类似 所以你这边做法也是一样 就是你上一个opacity 让东西都变比较暗 然后你再做用svg的mixband 让叠在一起的东西 可以比较亮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画出说 你可以看到这几条路线 有可是比较暗 这几条路线可能有 而且比较亮 所以一样就是点的想法 然后继续就是演进到线这边 那最后一个是我们就进入到面了 那进入到面的时候 就是你也可以像线一样 overlay一个就是面上来 那这边我overlay的是一个叫做 村里界线的资料 所以简单来讲 你就知道比如说龙安里 它在哪里 它的形状是什么 然后本身这个资料 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可是其实你要想想看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 就是资料集 它是以比如说 比较像是统计 就是数字的方式呈现 所以它有些资料集 有比如说龙安里 用多少电 龙安里用多少水 龙安里有多少男性 多少女性 这种资料集很多 你只要一旦有这个地图 你就可以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你就可以create 很多很多混起来的主题地图 那这边我们就是 背后是用我们团队所经营的一个 叫做ShitHub的平台 那简单来讲 就会是 它想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像假如我们现在要做 就是不同的开放资料的分析的话 你可能 你想要做大台北的分析 你要去台北市政府 去抓一次资料 新北市政府可能要抓其他资料 中央可能还有其他资料 那我们这边做的东西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可以找到开放资料 全部都倒在这边 所以想要像是要做刚刚的地图的东西 你就在这边直接拉一个 然后你就可以很快很快产生像是这样的地图 就是你可以把刚刚的界线对上某一个数值 然后你对它这个数值用了极上一个颜色 在这边是蓝色跟绿色代表台北地区 我们在投第八届立法院的时候 你投的比较偏向国民党 还是比较偏向民进党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混出这样 以及各式各样其他像这样子的地图 所以讲到这边 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所有我们在网页上可以做的视觉呈现 我们都可以思考说这些视觉呈现可以拿来代表什么样的资料 然后可以怎么样让我们更看清楚 就是这个资料在做什么 那所以比方说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有适合做的东西 是假如你有一个像是比较像是流动的资料 像是比如说人从哪边就是旅行到哪边的话 你就可以 哇天啊这通影机真的烧汗了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大家从不同地方流到不同地方的情况 这边是台中地区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前阵子台风天很红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都转这个网站 那也是一样的道理 重新露一下 所以这边是利用就是一样就是SV3的技术 然后其实刚刚画的那条线 其实背后的画法是非常类似的 只是你现在把这些线拿来画台风 然后你可以看台风多接近啊 你可以上多少颜色 那这边很酷是这边还有不同小的东西 你可以看不同时间的台风 所以我刚刚大概点了就是假如我们要做一个模拟程式 然后我们现在游览器技术可以做的东西 可是实物上要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真实世界 其实比模拟程式还稍微复杂一些 所以我们其实还需要更多的工具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大家看到下面这个小的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工具 我们虽然主要视觉是上面的地图 可是你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拉拔 可以让你调整不同的时间 所以其实假如这些地图就是实物上 你要更进阶发展的话 其实让你的主要视觉的话 可以搭配一些小小的工具 然后可以让整体来讲看得更清楚一些 所以我在这边举一个稍微之前的例子 然后这个是新竹地区的交通事故 所以在上面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地图 然后地图的黄点代表就是发生交通事故 然后不幸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 上面有一点点红点是发生交通事故 然后不幸有人在这边死掉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地图 然后这是一个车祸的地图 新竹地区 下面有不同的时间维度 所以比方说 假如你要做一个交通事故的分析 你不是只知道就是大家在哪里出车祸 你还想要知道几月的车祸比较多 你还想要知道星期几的车祸比较多 你还想要知道一天中的早上 或者是晚上的车祸比较多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这边写说一月的车祸有这么多 二月少一些 三月多一些 你可以看到死亡的话 在这里四月都没有发生死亡 五月有死亡 六月有死亡 星期几的车祸比较多 你可以从这张图看起来 星期三稍微比较少一点点 然后可是假如你可以从上面死亡的图看起来 你可以看到星期一都没有死亡 然后星期二有三个死亡 星期三有两个 一天当中几点到几点车祸数量比较多 你可以看到一天当中凌晨零点到八点 这时候车祸数量超少 八点起来就开始有车祸 然后到晚上八点就逐渐下降 可是假如你对照死亡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时候车祸数量虽少 可是死亡非常非常多 你会想要进一步做的东西 是你想要这两个元素是互动的 所以比方说你好奇凌晨发生车祸在哪里 这边可以刷 然后上面就只显示凌晨发生的车祸 你假如看下午的车祸 那我就可以移到下午的车祸 我假如只想要看这区块的新竹的事故 我可以zoom in 然后我在zoom in不同地区的时候 下面就重新算了说 这个地区的车祸事故会是怎么样 所以地图为主 可是我们有一些元件 可以跟它一起玩 然后跟它玩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资料 那下面是另外一个例子 可是我担心现在的 OK 哇 悲剧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做公共车分析的例子 可是我觉得好像现在真的有一点点困难看到 所以右边是 右上方是一个地图 然后这是一个在做307公车分析的图 所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307其实是全台北 就是班次最多东公车 所以它有一个称号叫做公车之王 然后它会有公车之王的称号 是因为一天会有700磅307 然后它会运大概8万人次的大台北的人 上下课或上下班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就可以拿307这样的log的资料拿来分析 龙我是一个东西 因为我其实有一个比较适合投影片版本的307 可是看到的细节比较少 所以假如我用这个的话可能会好很多 所以这时候当初要设计这个图的时候 因为原本的投影机看不太到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就清楚很多 所以刚刚那个版本稍微比较丑 可是这个比较适合就是那个 就是投影机解析度比较低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右边是一个公车路线 307的起站 窗镜里 然后中点站 新海抽水站 然后这边一条线一条线 就会是不同的就是公车 就是时间 所以第一班是从早上的4点51从这个庄镜里出发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样子滑的时候 下面就有一个小白点 它会沿着这个路线跑 跑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有两到三班公车进来 OK 所以这是起点 然后跑跑跑跑跑到中点 跑到大概六点的 这是几点 六点的时候跑完 所以颜色的话是烫尺 所以大家可以先 就是不用担心颜色 从这张图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从这张图左边 首先你可以看到就是细跟数 你可以看到4点52开始发第一班车之后 过半个小时没有车 又发三班 又半个小时没有车 又发五班 然后这边又开始发 就是一整天发很密集 到晚上六点的时候 一整个小时都没有发任何的车 然后有些车有些车 然后发到十一点这样 所以输跟密是一个 那是因为这个时候刚好人很多 所以我们需要发几班车 还是因为这几个司机感情很好 所以我们需要一起发车 所以这就是像这样图表 可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另外一个可以看到的东西 是线的斜率 所以比方说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条线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边线的时候 就是感觉有一些跳起来的东西 所以原本可以这样经过 可是现在需要花比较多时间 所以可能是这一段路线 就是在这个滑中桥的地段 在从大概八点的时候就开始塞车 塞到什么时候 你就可以在这边track 说这边跳的东西塞到什么时候 才开始可能比较顺畅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第三个东西 可以看的其实是交叉 交叉是什么意思 交叉是后面的公车 一直超越前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发生了好几次交叉 而且居然发生位置 其实都很类似 这边发生一次 这边又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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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每次发生的位置 就几乎都是在就是同一个地方 然后被超车的就是拮据 也是类似的 所以这部分还需要详细 就是find out到底是为什么 可是根据我们的推测 很可能是因为就是那几个 就是头的一站两站 所有公车司机约定俗成说 你跑完这一趟 你就回来这边休息 等到还是你的时候 你再继续发 所以大家都会是在一样的地方 发生这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距离 都是差不多是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展示了 就是地图上可以做什么样的小花样 我们这边展示了一些小的 只是套件可以跟地图产生互动 让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然后这是我们要解决 现在现实有的问题的时候 会需要的东西 可是我们有时候也会想说 就是一些未来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想说 一些可以做的小实验 所以其中一个未来的问题是 或许我们以后跟地图互动的方法 不是在透过一个触碰 不是在透过一个点击的界面 而是透过一个声音的界面 假如是透过一个声音的界面的话 那你可以怎样设计你的地图 然后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这会是我今天最后一个demo了 就是我们create一个声控的界面 然后大家需要先原谅我 因为就是live demo 然后这又是非常网路密集 然后这是刚刚前两个小时 其实才coding完的东西 所以其实很可能会坏掉 那假如坏掉 那就请大家再多包容一下 所以比方说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go to Taipei 101 然后你要look up 他就会look up to Taipei 101 你可以试不同的区域 有人要试不同的城市吗 就是为了要示范说 我这边不是预先录好的 有人要随便讲一个 大家没有发现第一组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每次讲一个 我就按一个click 所以它就可以去一个 可是测试这个真的是live的东西 有任何人要讲一个城市 然后我们就像跑去那城市看看 大喊一下 大喊一下 台南 OK go to Thailand 所以其实泰国也有一个叫台南的地方 也需要跟大家抱歉说 这完全取决在 就是使用者的发音标不标准 所以显然就是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这边你还是可以做 我们刚刚在其他地图做的东西 比如说zoom in 然后它就可以zoom in OK OK 它就可以zoom in 可是你也可以从地图这样做 然后你可以做 他在做什么 我刚刚不小心按到 你可以做刚刚的切换 比方说刚刚学校的切换 比方说 show me the score 然后它应该会把学校变成红色 所以在这边有几个不同的学校 然后你可以改变 比如说把公园叫出来 show me the park 然后它可以把公园也叫出来 公园 所以显然没有公园 这边都是感觉是水 你可以把街道弄出来 所以比如说 我试试看这个 show me the road OK 这可能zoom太大了 所以这边有就是泰国某一个区域的街道 长这样 然后我们试试看 切换到比较高科技感的那一个 switch to high tech OK 所以比较高科技感觉得 泰国长这样子 OK 大概长这样子 那我们再回去台北 所以 go to 泰北101 OK 所以台北101在这边 然后你可以做的东西是 你可以让一些模拟 所以比方说 我先随便放一些点在上面 sample some point 然后它就会随机的 放一些点在这个区域里面 那这个点可以用来做不同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就是有不同的情境 我们现在的情境是假设这些点都是爆炸点好了 所以假设不幸就是台北101发生这些爆炸 然后你就可以问它说 这些爆炸的范围是什么 OK Give me a radius of 3 km 所以你就有假如发生一个爆炸在101那边 然后半径是三公里 像是这一次天津爆炸一样的话 那就是整个大台北地区 有多少的部分会受到影响 然后你接下来就好奇说 那到底有多少人住在那边 这边可能用水多少 用电多少 可能政治倾向 或者是经济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你就可以再追问一个 比如说overlaid population 然后它就会重新把刚刚 就是人口的资料调进来 然后它就告诉你说哪边的人比较多 哪边比较少 你刚刚那个范围 就是大概占的是怎么样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用现在的声控技术 然后用现在的地图 可以做到简易简易的东西 然后可能有人会问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 是要做一个SimCity 然后可能有人会问说 好啊很好啊 那你要做SimCity 你刚刚做了很多 就是很酷的平面 可是它们都是2D SimCity是3D的 所以你这样不算有做到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就是one more thing 就是最后一件东西 然后这我真的不确定会不会 work Draw the building in 3D 然后 OK 所以所有建筑物轮廓 然后它们刚刚从零长起来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哪些建筑物比较高 哪些建筑物比较低 它们的形状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可爱的建筑物是 田径厂 所以跟其他的形状不一样 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到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一个黑色 有点像是阴影的东西 所以这actually是利用程式去模拟说 现在此时此刻 下午4点35分的太阳位置 照在这些建筑物的时候 它的阴影的形状跟长度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比如说算一下 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这边的日照是多少啊 你可以看101的阴影可以最多最多拉到多远 像这样的资料 那 然后 对不起 我有点手 首先我想换一下背景 switch the background to high tech 然后 OK 所以它不理我 那所以就是 3D地图 所以我们刚刚从一开始 从底图开始 然后我们把底图上不同颜色可以看到不同东西 然后我们在上面开始叠东西 开始叠点线面 还有一些流来流去的东西 然后最后我们再显示说就是这些东西可以跟什么样的套件一起互动 互动的时候你可以多看到一些东西可以看到比较清楚 然后最后我们再做一些比较实验性的东西是声控 然后你可以看到声控的时候就是它可以怎么样互动 可以做怎么样的简单的GIS的模拟 然后以及最后就是下游览器可以有的3D的来自台北市政府的3D建筑物的资料 以及就是现代游览器的就是汇图技术汇出简单的3D建筑物的外观 以及他们的影音 OK所以这就大概是我今天的演讲 谢谢 所以我听说我们这场可以稍微延误一点点 因为等一下就是下一场是5点开始在这边拍卖 所以我们可以take那几个问题 那一样就是假如就是你想比较问比较技术相关的话 我们每天9点到12点我们都会有一个工作坊 你可以就是听过来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看后怎么写啊 或者怎么样东西 OK 任何人有问题吗 试着把这个问题就是浓缩一点 让大家都可以有机会 哦 完全没有 好 等我喝口水 有任何人有问题吗 没有的话 哦 OK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一个是台中旅行的这个 那上面在移动的是人还是车子 然后这资料是怎么取得的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那个模拟的资料 然后你可以想象就是假设 那一的是你是人或者是车子 或者任何流动的东西 你都可以用这样的界面去模拟就是它大概的形状 那实际上台湾现在有几个公司或公家单位有这样的资料 像是交通部 他们有公车的就是大家使用就是电子票证的就是起跟起 所以你就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留 大家平常是在什么样的区域活动之类的 所以这是针对像这样的案例可能的视觉呈现的样子 OK我也可以接受指定假如你们想要试测试语音的话 OK没有还好 好吧那还有吗 我有一个问题 请问像刚才那个公车的资料啊 它也是公开的资料吗 是啊是啊所以大家知道有一个APP叫做5284 然后5284的APP可以告诉你说 还有几分钟什么样公车要过来这一个站对不对 那刚刚的公车资料其实就是Log5284的资料Log下来 可是你不是用即时查询 你是去看它的轨迹是什么样 然后做这样的分析 所以那都是公开 然后我不确定是不是直接Open Data 还是需要稍微申请一下 可是就可以用 我可以 请问一下那个台湾有没有一个 就是例如下一个网站就是有公开 这就是所有open data的这些 sourced的这些资料 OK所以隆我稍微置入一下 就是因为我每次在做就是这种应用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很痛苦 所以我刚刚就是我刚刚的Roni 其实我们就在把就是所有的开放资料 全部都留在一个地方 然后开放资料会很麻烦的其中一个点是 就是它的格式不一样啊 你有JSON 你有CSG,你有壁谷,你有UTF8,你有不同的投影法,你有就是TW97,TW67,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总之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多复杂的东西,所以在这边我们做的东西就是我们有个城市,然后资料一进来我们就会很暴力的做所有的事情,然后做所有的转换,看哪一个转换是OK的,所以做完这个转换之后,你就可以不用管就是资料的干净,跟不用管就是资料的转换,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转换过后,好的经纬度,好的品质的资料,所以现在这个就是资料其实应该就是收集了大概三千万笔地理相关的资料,然后总共的资料集的数目我记得是大概四到五千个资料集,那全台湾所有的开放平台大概有三十几个,现在加起来的资料集大概是在一万出头左右,所以现在大概有五千个我们已经从就是用蜘蛛人的方法进行会, 然后可能还剩下五千个是格式比较麻烦,所以要稍微花比较多功夫,可是idea是至少假如你有个地方是可以share干净的资料的话,至少有一个人做过这样的转换,其他人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对吧,所以这个已经开放就是注册,所以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注册,然后上传资料,或者是你要直接从这边下载资料,任何档案其实格式,其实现在都是OK,不需要注册。 所以我们可以注册一下,就是像你刚刚有那个建筑物的资料,那它也是放在sharehub上面,有放在sharehub上面吗? 所以建筑物的资料还没有放在sharehub上面,可是我们接下来应该可以,因为它是geo jason,所以应该可以再放上去,那它那个资料来源其实现在也是公开的,所以有两种方式你可以画出刚刚建筑物的图, 一个是你有actual建筑物的轮廓,那这个是台北市政府最近释放出来一个轮廓以及高度的资料,这可以做一件事。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就是有一笔资料叫做建地执照,所以每一个区域有,就是这个区域它的形状是什么,然后最多最多可以盖到多少, 那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资料,然后也可以画出,可是那个应该就是有全台湾的。 嗨。 可以请问一下明天的workshop内容大概会有哪些吗? OK,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大家简单就是那个试做,就是不同,刚刚地图上不同颜色,就是那个其实有一个编辑器可以做,然后有一些小paper可以用,所以那个会是一个。 那其他,其实剩下大半的时间,我其实原本主要是想看,大家来的时候有什么,就针对,就是这整个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特别focus在, 假如大家想要写code的话,我们就可以先上写code,大家想要问技术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先上问。 所以idea比较有点像是后半部,可能会比较像是一个officeout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自由讨论。 好吧,那还有最后一个吗?没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没有,还好。 好,那就谢谢大家,然后谢谢就是Costar,他们有机会也可以在这边讲,谢谢。 谢谢。